7月16日,特朗普将与普京再相会。 据说这次会面地点仍在第三国,特朗普从2017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备受通俄门困扰,截止目前特朗普与普京仅会面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去年德国汉堡20国峰会上,第二次是在去年11月份越南召开的NPAC峰会上,两个超级大国长期不进行接触,或者说一直进行对抗,对世界和平不是一个好现象,但对执政一年多时间一直受到通俄门困扰的特朗普来说,与普京少会面也许是件好事,省得像去年汉堡峰会上。 由于两人在正规会面后,又进行了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的单独会面,结果让美国国内醋意大发,通俄门持续发酵。 特朗普与普京正是因为这两个大国领导人会面次数少,因此这一次又让世界充满期待。 当然特朗普似乎早已把表情外露,当美俄双方领导人会面尚未进行讨论时,特朗普已经按捺不住,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生怕普京那里出现变数。 不过又在特朗普再次与普京会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会晤中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这自然会令全世界充满期待,但有一个国家却是在双普会面中看到了失望,这个国家就是英国,而这个人就是英国首相特莱沙梅。 英国近年来在欧洲一直充当了美国的打授角色,而且不论是对待其他国家或者是俄罗斯,英国参与中东叙利亚美国阵线的战争,参与阿富汗联军对塔利班的空袭,参与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去年特朗普刚上台,第一个会见的人就是英国首相特雷沙梅,特朗普鼓励英国脱欧,因为那样美国可以给英国更多实惠。 在今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前,英国配合美国导演了一幕间谍中毒闹剧,目的是抹黑俄罗斯,抹黑普京,由英国打头阵,率先制造这起闹剧。 随后美国发挥其影响力,率欧美20多个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围攻,就像俄罗斯当初要求英国拿出证据说话一样,到最后间谍中毒事件不了了之,英国最终没有拿出一条让人信报的证据。 4月14日,不顾叙利亚及俄罗斯的强烈反对,英国又配合美国以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展开空袭,而这在最后就被证实所谓化武器机只不过是由美英支持的白头盔组织导演的一幕闹剧。 虽然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年轻气盛,并一心想进军叙利亚,也曾经参与了4月14日的美英空袭行动,但马克龙脑子转得快,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立马转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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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